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大家好 我是凯特王 欢迎收听凯特迷之音 不知道身为女人的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呢 就是面对社会对女人的期待 以及面对真实的自己产生了割裂的情况 就好像有两个自己一样 一个想要做大家都认为的好女孩好女人 听父母的话 再适合的年纪谈恋爱结婚 生养小孩 有一个家庭 另一个呢 则是对这一切都嗤之以鼻 甚至觉得社会越要女人怎么样 我就越不想要这样做 然后呢 你经常在这两个自己之间呢 反复的跳来跳去 一下子很迷茫 一下子又很清醒 一方面觉得 哎呀 没结婚也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过得很好 一方面呢 又感叹自己渐渐老了 会变成别人眼中孤单可怜的老太婆 看着别人有家庭 就会感到非常非常的羡慕 如果你也有这种想法 那么你不寂寞 早在美国的50年代呢 就有一个女人 她写出了女性身处他人期待 与真实自我之间的撕裂 描述了这个从来不被人重视的 但是却是跟女性最攸关的问题 她就是美国诗人西维亚普拉斯 凯特迷之音啊 在每周说一个女性故事 给大家听的同时呢 其实也介绍了很多女作家 给大家认识了 可能不是每一个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每一个其实都值得 我们好好的去看待 她们的人生故事跟她们的作品 上周的故事里面呢 我们聊到 一个女人是如何被爱情摧毁的 那么这一周我们就来聊一聊 一个女人是如何被婚姻摧毁的 任何一场婚姻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赌注 如果没有一颗愿赌服输的心 最好还是不要结婚 可以保自己一生平安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 这一位年纪轻轻 就被婚姻摧毁的女人 西威亚普拉斯 她的故事吧 1932年10月27号 西威亚普拉斯出生在 马赛诸塞州波斯顿 是一个天蝎座的女孩 她的父亲是一个德国人 是波斯顿大学的昆虫和生物学的教授 母亲呢 则是一个家庭主妇 她有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弟弟 很小的时候呢 普拉斯就展现了自己在绘画跟写作的天分 也透露出自己内心非常反叛的一面 她描述当时的自己 她说 我守着心中的恨意 变得讨人厌 爱生气 是一个悲伤的海边顽童 我感觉到自己的皮肤之强 我是我 那一块石头是那一块石头 我跟这个世界上的事物 美丽相容的状态结束了 那个时候 普拉斯才把水 感情跟她非常好的父亲呢 因为糖尿病而去世了 于是她当下就说 我不再与上帝对话了 父亲的死 带给她的是对信仰的质疑 此后呢 她在她的诗集当中呢 也多次呈现了对圣经的蔑视 父亲去世两年之后呢 普拉斯随着她的母亲跟外公外婆 搬去了内陆的小镇 母亲呢 就开始工作 养活她和弟弟 她的妈妈 非常的尽心地抚养他们 尽力地给予他们最好的生活 而普拉斯呢 也没有辜负母亲对她的期待 她很优秀 是一个很乖的女孩 因为展现了文学上的创作天分 让她很早就知道自己未来想当一个作家 但是与此同时 她也感受到社会上对于女性的双重标准 一个女性 似乎只能被要求结婚生子 买手于家庭和丈夫 并不能百分之百地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 面对这种社会期待的时候呢 她感到非常的痛恨 曾经在日记写下 我不想当女生 我不想结婚 读完高中之后呢 普拉斯就前往史密斯学院就读 因为功课表现非常的出色 大三那一年呢 她就被邀请成为 Modem Michelle杂志的一个客作编辑 这是一本女性的时尚杂志 也出版一些作家的短篇小说 普拉斯也曾经在上面发表过一篇小说 在时尚杂志担任的时候呢 普拉斯在纽约就待了一个月 这段时间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被她写进了半自传长篇小说 《中行照》 小说里呢 在杂志社工作的女孩面对时尚文化圈 感觉到自己跟身边的人格格不入的一个故事 大家似乎都沉浸在让女人变漂亮的那些东西当中 社会呢 也鼓励女孩成为好女人 也就是好妻子 好母亲 但是男性呢 却可以结婚后又同时发展自己的志向跟事业 她非常不满这种性别的双重标准 为什么男人可以拥有很多很棒的职业选择 而有的女人呢 之所以念大学 则是为了方便自己能够找到更好的老公 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家庭跟她的自由 但是女人走入婚姻之后呢 就要牺牲奉献自己给家庭孩子还有老公 她发觉自己生活的周遭的方方面面 都存在着良性的差异 尤其女人 因为结婚生子而承受更多 但是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她一方面又表现得像个普世价值当中认定的好女孩 在时尚杂志工作的期间呢 她发现给女性的职业发展的空间实在是太少了 她那么喜欢文学 那么喜欢写诗 一心想要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 但是呢 她只被允许只能当时尚编辑 在50年代的美国 给女性的工作真的其实是不多的 时尚编辑是少数社会 勉强能够接受女性做的职业之一 因为在当时 大家认为女人最好的归宿就是家庭主妇 她发现两性之间的差异如此的悬殊 充满了阶级啊 金钱啊 权力的斗争 这个时候呢 她的精神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她意识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辞掉了工作就回到了家乡 而且几次自杀都没有成功 被她的妈妈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 中型照的女主角也曾经接受过精神奠极的治疗 其实呢 就是来自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 从医院出来了之后呢 她就回到了学校 1955年 从史密斯学院毕业 她的毕业论文呢 是关于杜斯托也夫斯基的研究 她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奖学金 得以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的女子学院 继续地深造 也就是在这里 她遇到了后来成为她老公的英国诗人 泰德修斯 普拉斯曾经说 只有这个男人配得起我 骄傲的女人 当然要选一个配得起自己的男人 不然就对不起 曾经自己说过 我不想结婚了 修斯跟普拉斯的相遇呢 也是同行跟同行之间的一见钟情 跟我们上周聊到的雕塑家 罗丹跟卡蜜尔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1956年 修斯和剑桥大学的五个朋友呢 创办了一个文学杂志 在杂志的创刊号的仪式上呢 她就结识了西威亚普拉斯 很多人都认为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其实两个人就已经深深地 被对方吸引了 而几个月之后呢 两个人就在英国伦敦闪电结婚了 婚后 普拉斯在BBC的一次访谈上面 就回忆了两个人相识的过程 她说 我正好在剑桥进修 我是因为有了美国政府的资助 才有幸过去的 当时我已经在那一本杂志上面 读过了泰德的诗 非常的受到触动 所以很想见见她 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小型庆祝会 就是在那里 我们见面了 之后 我们见过很多次面 泰德回到剑桥 突然有一天 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才认识几个月啊 我们不停地给对方写诗 我觉得结婚的念头 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都那么能写 又赶上了好时候 所以我们应该让这种状态 持续地保持下去 如果呢 就这样子甜甜蜜蜜地走下去 两个人就是文学界的诗谈情侣 银色夫妻 只可惜啊 现实生活当中呢 没有童话故事 他们夫妻后来搬到了美国 普拉斯在自己的母校 史密斯学院教书 但是后来呢 她发现自己没有办法 同时教书跟写作 于是就辞掉了工作 不久之后呢 夫妻两个人就又搬回了伦敦 这也是这一年 他们的女儿就出生了 普拉斯也出版了 自己的第一本诗集 叫做剧作 一年之后呢 普拉斯再度地怀孕 结果不幸流产了 据说呢 在这个期间呢 修斯曾经家暴她 在她写给心理医生的信中透露出 就在流产的前两天 泰德打了我 流产之后呢 她的自传题小说 《钟情照》就出版了 一年之后 儿子也出生了 我看到这段时间表 有点不敢相信 以为婚妇女 如果没有避孕的话 真的就是会在不停的 怀孕当中度过 而普拉斯真的太了不起了 她在出版两本书之间 就怀孕了三次 其中有一次流产 然后还被家暴 家暴之后又马上怀孕 天哪 这个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啊 我只看到一个女人 在婚姻当中的身不由己啊 这也让我想到 纳布勒斯故事 也就是影集《我的天才女佣》里面的艾莲娜 她嫁给知识分子 家庭 而且是大学教授的男人 她自己出版过一本小说 卖得还不错 本来想说呢 结婚之后呢 就可以继续地写自己的小说 却因为连续怀孕 而中断了自己的创作之路 因为她开始忙于家庭啊 孩子根本就没有时间静下心来 好好的写一本书 但是她的丈夫 却丝毫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回到家呢 吃完饭呢 就进去她的书房 开始她的论文写作 而当她反映这个问题 给她的丈夫的时候呢 她的丈夫却非常冷漠地 拒绝与她共同承担家务 也拒绝她去找保姆 来解决问题 艾莲娜心灰意冷啊 发现自己被困在家庭 这个中行照里面 是要选择家庭还是事业呢 这个问题到现在 依然只会困扰女性 让她们在婚前 不得不谨慎地去思考这个问题 让我们回到普拉斯吧 你说在这个期间 还能够出版一本诗集 一本小说 是不是非常的了不起呢 但是相比普拉斯的诗 她的小说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 《中行照》出版于1963年的1月 是她生前出版的唯一的一部小说 普拉斯对待这部作品的态度 是非常特别的 她说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 我只有写了这一部小说 才能够将自己从过去当中释放出来 这种感觉呢 就好像林亦涵写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唯有写这本小说 才能将她从过去的噩梦中 释放出来 无论是林亦涵还是普拉斯 他们写这部小说 都是一次自我的疗愈 普拉斯想要逃离中行照 想要远离让她痛苦的 黑暗的 绝望的 幻灭的日子 并且将他们彻底的封存起来 儿子出生不久之后呢 修斯就外遇出轨了 没错 又是这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于是呢普拉斯就不得不跟她的丈夫分居 带着她的女儿跟儿子离开了家里 离家独自抚养孩子的这段期间呢 普拉斯的创作能量就大爆发了 许许多都让她后来民生大造的诗呢 都是创作于这个时期的 很多人说普拉斯的诗为什么 后来如此受到女性主义者的青睐 那是因为她的诗里写出了 对女性个体价值的彻底的反思 而且呢用词都相当的大胆 有点反社会 比如 如同呼吸空气一样的吃掉男人 我夜间的汗水 润滑了她的早餐盘 我是她梦仪的操纵感 那是一个暴力场 风用吹烂我的法丝塞住了我的口 剥去了我的声音 她的很多关于孩子 还有性和爱的诗呢 都因为恨而回归到生物性的本能 比如 一滩精益 一个生物的胚胎 充满了对人本身的一种蔑视 不过呢 现实社会对一个女人 带两个小孩的考验还是太大了 她的诗集跟小说 其实没有受到市场的青睐 她一贫如洗 女儿才两岁多 儿子才九个月大 在没有暖气 水管又被冰冷的天气冻住的房子里头呢 她们就轮流着生病 同时间呢 她的忧郁症爆发了 现实生活的逼迫 简直就让她痛不欲生啊 但她依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空档当中呢 借由写诗来抒发她满腔的情绪 只是她仍旧没有逃过忧郁症的魔掌 在某一天的清晨 她把孩子放到了卧室 替他们准备好了充分的食物和水 关起门来 然后就用胶带 用棉布跟衣服塞住了门缝 然后封起来 然后呢 自己就走进了厨房 打开了煤气 把头放入了烤炉的内部 自杀身亡了 保姆后来就来到他们家 然后发现了她的尸体 普拉斯死的时候呢 才31岁 她的死讯震惊了文坛 登上了报纸的头条 很多普拉斯的读者呢 都把她的自杀的原因怪罪于 她的老公泰德修斯 因为没有离婚 所以修斯就合法继承了普拉斯 所有财产跟作品 手里有着她许许多多没有发表过的作品 以及几本日记 后来这些作品就陆续的出版 修斯倒是还是有点良心的啦 这些板税呢 后来都进到了子女的信托账户当中 至于泰德修斯呢 她一直都是颇具地位的英国诗人哦 BBC还做过她的纪录片特辑 她没有因为外遇的事件就受到了波及 以及普拉斯死后呢 她转头就取了她外遇的对象了 现实事件果然就如实反映了 性别的差异 你说对不对 社会对待男女的双重标准 其实是一如既往的 从来没有改变过 话说呢 普拉斯她的一对子女 其实也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他们身上也都有着 来自父母的印记 女儿是一位作家 也是一个艺术家 她的儿子则是一位生态学家 但是呢 跟她妈妈一样都患有忧郁症 后来也跟她妈妈一样 自杀身亡了 有人说普拉斯跟很多艺术家一样 通过燃烧自己来成就作品 比如反骨这类的人 最后呢 他们都以一种自毁的方式走了极端 虽然生命非常的短暂 但是并发出来的创作激情 却是非常的耀眼的 在普拉斯的作品当中呢 很多次都提到了自杀跟死亡 但不可否认的 老公修斯的出轨 无疑是压垮普拉斯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试图反抗现实带给她的身不由己 我想要家庭孩子 但是我也想要我自己啊 在两者之间不停地挣扎 最终敌不过精神上的折磨 普拉斯后来被誉为 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女诗人之一 智商高达160 被冠以天才诗人的称呼 但是呢 她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丈夫外遇出轨的受害者 以及一名忧郁症患者 当我们的社会人就以 兼顾家庭以及事业 来评估女性的时候 认为真正的人生胜利组 应该是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 又制造了另外一种焦虑给女人了呢 好像如果我做不到平衡事业跟家庭 那我就是不及格的 我就是失败的咯 前几天呢 有一个读者问我 有一个男生对他不错 两个人交往了一阵子 这个男生家住宜兰 经营的家族企业 希望结婚之后呢 他能够放弃台北的生活跟工作 跟他一起回到宜兰经营 他说自己跟这个男生的父母家人吃过饭 有点不太喜欢他们家里的气氛 也不喜欢他父母的为人 但是呢 他的父母就说 这个男生的条件很好 所以呢 就让他很犹豫 很怕错过一个很好的对象 于是呢 他就问我 是不是应该要嫁给他呢 但是他对于要放弃 目前的工作跟生活 却又存在着太多的疑虑和恐惧 然后我就跟他讲 一个会叫你放弃自己工作跟生活 来加入他的世界的男人 不是什么好条件的男人 甚至可以说是条件很差的男人 因为呢 他只考虑自己 我说完之后呢 他就忽然意识到自己被世俗的所谓的条件好 给蒙蔽了双眼了 然后就跟我讲说 嗯 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如果你想结婚 但是不想被婚姻摧毁 唯一的方式呢 就是请你把自己的感觉放在第一顺位 并且呢 严格的评估对方是否有资格成为孩子的父亲 以及你的队友 不然 千万不要结婚 然后呢 去多多思考今天的故事 哪怕我们不是天才 但是我们依然有自己非常珍贵的那个部分 这个部分 不应该作为婚姻的陪葬品 凯特迷之音 咱们下次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